我看我講到這裏,如果大家沒有補充 就可以給大家發問 我們下個星期開始會將他上載到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亦會將他外掛在張仁良教授 在Facebook上設立的西九論壇 西九論壇 讓一些Facebook的朋友可以下載下來 填寫或電郵給我們 另外有一批是來看西九龍珠東星空的觀眾 包括中學的同學也有幾十間 有一批是學生 有一批是來看東星空的觀眾 還有我們會放上一些網站 讓一些人可以下載下來 然後我們收集之後 我們會整理一下 做一個報告給西九管理局 你們再上演 其實都很針對西九的諮詢上 都很有問題 會否邀請和演員 或是在你們的專案內 可以回答他嗎 邀請了 我今天忘記帶宣傳單張給他 但是可能譚志遠 我叫譚志遠 明天還好 明天還好 明天上去見他 順便交給他 還有機會 導演真的失職了 是啊 有邀請了 但是他們來不來看 還不知道 也希望他們 套到Drama B 你們的主題 因為我們的電影本身 有兩個主題 是關於城市規劃 就是最近說的樓市問題 土地運用問題 當然這也跟西九有關 因為西九是一個最大的發展項目 裡面會不會又重複 變成像數碼港一樣 一大堆豪宅 會不會出來又像迪士尼一樣 花了216億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還有是不是要刺激 不知道他誰想出來的 什麼舒服、刺激 我們都在問究竟 是哪些人設計出來的 因為如果我們問那些專業 或者我自己讀建築的時候 去設計這些問卷的時候 通常是很具體、很實在的 就好像我們的問題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有一條問題是問 關於 你認為西九整體規劃的佈局是怎樣 我們很實在的 是不是裡面 一定要有一些 好像行人專用區 那樣的街道式設計的佈局呢 是不是應該有不同類型的中小商戶呢 不是只有大商場呢 是不是應該有市集 好像鴨寮街那樣的市集呢 是不是應該有高樓大廈呢 是不是應該有大型的冷氣商場呢 是不是應該商業和非營利的項目分開呢 是不是應該將商業和非營利的項目 混合在一起呢 是不是將文化場地分散地佈置 還是將文化場地集中佈置 我們這些都是很具體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是什麼 就多於說政府那些 就是任它到時候怎樣演繹 當然我們也有一條 就是說 我挺喜歡這一條的 就是你最不希望西九變成一個什麼地方 一個就是沒有人去的地方 應該也有人的 不知道是多少人 第二個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 就是人山人海的地方 另外就是寵物不能去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是很奇怪的 很多地方都不讓人帶寵物去的 很多公園都不讓人帶寵物去的 那是不是那裡 大家都不想他不能帶寵物去呢 然後就是展示外國藝術的地方 只是展示本地藝術的地方 拍賣展銷場 娛樂購物的地方 充斥著高尚豪宅 和商業大廈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想西九變成什麼呢 我覺得這些可能比較實在 當然我們每一條都有其他 大家都可以填的 我們都有一句 諮詢是永無止境的 這個諮詢其實整個文卷 它本身的設立 我已經覺得很有問題 我最怕就是政府拿了 好像我剛才叫你排最重要的那四個 即舒適、環保等等那四個 叫你排完之後就逐個比分 比完之後就跟誰做 因為市民說環保是放在最尾的 最多說放在最尾的 所以環保不重要 可能舒適 舒適是他解釋的 他演繹的 他可能覺得桑拿玉色是最舒適 可能裡面也有 你明白嗎? 那些東西太虛 而且你在那個位置 你要這樣去編排 到頭來他真的怎樣用呢 是不知道 而政府和我上次在立法會講過 我不明白為什麼到現在 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當初被人罵 那份Focus Group的問題 把他們放回上網 那些問題是一個 他們曾經開會 櫃過的問題 一些公司的檔案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可以剷走了 然後用一些新的問題去替代 這個根本是完全不合情理 當然 如果可以這麼不合情理去做事 我最擔心的是 他在西九做諮詢的時候 到最後是怎樣處理他們的結果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統籌 然後走哪條線 這些事情 到最後就去了他們的手 還有我們不知道 Focus Group那些比較重要 還是那些文卷比較重要 我其實最近去了Focus Group 而且因為他 那些小組討論的Focus Group 你不太知道他想討論什麼 對 他沒有重點 而且他討論的文件 只有英文沒有中文 不是,我那天比你更糟 只是沒有文件 沒有文件 就是 去到很長的 坐下來沒有下跌 沒有程序 沒有什麼的 他說陳議員 既然你先到了 不如你先開始吧 我講完之後 有幾個過來 我又一直在講 然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人家回應 完全沒有次序 然後突然告訴你 有個影片 到最後散了長的影片 都沒有播過 那些問題就是 在那七條問題之外 額外在我的Focus Group 加了兩條 我看這個 大家可以追查一下 因為我們公帑用了幾千萬 找了很多間不同的 這些外國顧問公司 有很多都是會計 顧問公司 做各類型的小組討論 這些公司 其實我都不明白 首先第一 為何政府會找這麼多會計公司 來做這些顧問 第二 他們討論 每一次的小組討論 我聽到回來的 反應都是 那些人根本上不知道自己 因為小組討論是一個主題 但他好像沒有主題 就是任你講 說完後 又寫了什麼出來 我就覺得很擔心 為何西九可以 外判了這麼多 這些諮詢的工作 給這些公司 而不是去組織 我們過去的十幾年 其實有很多意見 關於文化發展 例如說 在中小學 應該推行 藝術成為必修科 或者大專 應該開設多些藝術專業的課程 然後你要給多些研究 做多些這方面的研究 藝術的研究 讓大家覺得藝術是一個行業 可以入行 其實說過很多 或者電視應該有多些介紹藝術的節目 港台應該積極去做多些文化藝術節目 其實有很多具體的餐單出來 政府又不理會 他又要你從頭來講 然後他就搞成幾百個焦點群組 然後那些焦點群組又不知道想聊什麼 然後他又找一些不懂的人去諮詢 所以我說現在 就是很大的浪費 即是他把這麼多資源給了這些外國公司 我又不明白 大部分都是外國公司 或者是一些大學 但是那些大學 你問他們 他們想怎樣做 他們又是… 總之我去那個焦點群組的感覺 是毫無焦點群組的 你知不知道我還沒去之前 是完全沒有收到他們的問題 即是我去到我才知道 喂…我做什麼 我去到來才知道 即是… 接著他最棒的 我已經用了十分鐘罵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張問卷 接著我走了 那個女生衝出來 啊…那個問卷你還要交… 你打算現在交還是遲些交 我真的看著他 你認為我真的會填嗎 大哥 我罵爆那張東西 我填來做什麼 我真的… 你明白嗎 而且我鼓勵大家 上authority的網頁 西教管理的網頁 你去看看他究竟 做過多少個諮詢 consultancy的合約 超過二十個 你想想 舊舊都是… 加上兩億 好像有兩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立法會問過 他叫他交數 他說十幾個月之後 他會交數 我問的他都不說 你看上去瘋了 人都未請到 對吧 一加六都未請到 做了二十幾個 好瘋 好 大家最後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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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隔離站中間 拍照